大家好,我是老莫 有朋友留言说自己做杂面馒头的时候 这块面总是揉不光 有什么好的方法,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 首先要说明的是 咱们今天说的这种是杂面偏多的时候 这个面团不好揉 如果想好揉呢,还是要白面多一点 杂面少一点 咱们在面粉中先加入白糖 这个白糖可以多加一点,让它有点甜味 然后咱们用开水来烫面 开水烫面能让这个面团更黏 粘性更好,更容易揉 做其他杂粮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来操作 咱们把面烫好之后 一定要像画面中这样,很散 而且还能很轻松的把它捏成块 才OK 意思就是不能太干 如果说太干的话,咱们烫着就毫无意义 可以看到画面中这样就OK了 然后呢,咱们再加入适量的白面 今天准备的是一斤白面,三斤杂面 然后把所有的面粉搅拌匀之后 咱们再加入酵母 酵母的量要多加一点 平时咱们做馒头加5克 这个就要加到8克 把酵母搅拌均匀 咱们加上常温水 也就是30来度的常温水 直接和面就OK了 咱们之所以多加一点酵母 主要是让它发的稍微快一点 更蓬松一点 面和好之后直接就可以来发酵 发酵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多发一会儿 因为杂粮面如果发酵的不到位呢 咱们蒸的时候就特别硬 大家可以看 发好呢,要像这样比较大 比较饱满就OK 接下来就是咱们要说的重点 这块面发好之后 咱们不要像平常做馒头一样 使劲地揉面排气 因为越使劲 这个面呢,越裂 不容易成块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轻轻地掰开之后 它里面的蜂窝并不明显 排列还是比较紧密 所以咱们处理这种面团 就要稍微轻一点 不能像画面中这样使劲地去揉 因为这样你越揉呢 它这个裂痕呢,就越多 怎么揉都会揉不光 包括用压面机架也是一样 咱们只需要用一根擀面杖 平着去给它擀开就OK了 这样只会越擀越光滑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擀好之后 直接像这样卷起来 它另外一面呢 就保持的比较光滑的一个状态 咱们直接切成馒头 或者是直接用来做握头 都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切完之后呢 整个切面还算比较光 做好的状态呢 也相对较好 所以咱们在家做这种 砸面偏多的面团时 不要一次性搞那么多 每次少弄一点 用擀面杖擀开 就能做得很光滑 还有一条 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这种面呢 发酵好之后 它的状态呢 也是不明显 但是咱们轻轻摸一下呢 它变得更软和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来蒸了 蒸的时候还是开水上锅 蒸20分钟 这样咱们炸面馒头 也叫糙面馒头 就算做好了 做好之后的口感呢 还是比较粗糙 像很早的时候 大家都会吃 但是现在呢 吃的比较少 咱们喜欢这种做法的朋友 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吃的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 再见